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这个手撕啊 日料的 你看 做的都非常真 因为在日本的话有很多这种也算是匠人嘛 就是他们是专门做这个日料模型的 这个就是它在冰箱贴呢不仅是逼真 而且啊 而且是真到一定程度了 你看这个虾做的栩栩无生 而且它这个柔软的程度里这也是有的 准备非常多呀 刚才我拿了一个大的是800日元 小的是550日元一个 还有很多这种三宝就是摆在寿司店里做模型用的 当然这还有小的模型也非常的好玩啊 这整个是一个套餐 这个是3000块钱 这样一拍 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日本的很多那个饭馆门前 把很多什么拉面的模型啊 寿司模型啊都特别逼真 挺好玩的 经常说这个菜刀一把我将要去远行啊 这是日本特别出名的一个歌曲当中的歌词啊 讲的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厨师啊 只要你带一把刀出门的话 你会带哪把刀的 这个话题也经常成为这个球 这个石刻跟老板之间去讨论的一个话题 所以的话经常就是早年间啊 他们带三把刀 基本上会有这个 有一个柏刃的刀 还有一个初刃刀啊 还有一个柳叶刀 这柏刃刀呢 经常就是用来切菜啊 然后初刃刀呢 主要是用来剃骨的 还有一个柳叶刀 可能是用来切这个生米片的 但实际上说 如果你真的只带一把刀出门的话 那可能很多人都会选择 自己最心仪的 就是用的最顺手的这一把刀 在日本的话呢 厨师呢 都是在这个真板前这个工作 所以他们这个名字叫板前啊 一个厨师的这个刀工的好坏啊 刀工的时候 你用手直接就能反映说 这个厨师的这个水平到底是什么样的 所以的话就是买一把啊 在日本买一把自己心仪的刀也是 这个我们在逛地市场的时候不错的选择了 但说到这个 如果你真的只用一把刀打天象 我觉得还是中国的厨师最牛啊 因为我们知道就中国的厨师 只需要一把菜刀就可以去应付所有的工作 所有的食材 当然了日本的刀也非常不错 他们的分工比较的明确 这有点像日本的整个的这种工作的节奏一样 包括工作的环境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一个岗位 刀也是这样 我们现在去买一把吧 买一把当地的这个用来切菜的刀 因为有很多就是切菜刀是双刃的 因为刀从这个远古时期是作为武器出现的 但是这也有一些担任的刀 比如说切这个是鱼片的 刀它就是担任的 它会让那个鱼片切起来更加的这个舒展 更加的美观 这个是买了一把用来切菜的 一万七千两百八十日元 你看看一眼这个刀吧 它用这个纸给包起来了 不是当时是他们自己店家的这个包装纸 东元正酒 这个就是刚才买的那把刀 东元正酒 这是一块切菜 所以我比较喜欢它这种木制的刀饼 看起来就是还挺日本的 而且比较约身菜 我们知道日本的厨房 曾经可能是最简单的厨房 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日本厨房现在变成最大的厨房 因为他们的器具实在是太多了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厨房高多 而且其他一些器具也非常多 再加上日本跟西式有些结合 所以他们的所有东西都非常的繁杂 当然有些日本很传统的这种手艺的东西 也还是存在的 比如像这个 就是像马手拆的 它是刷锅刷的 它有好多小的压桌链 凸显的是这种日本的 非常的可爱 他们把这个东西能做得非常的小小可爱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收起来的样子会这样 收起来的样子是这样的 刚才我还没琢磨出来 这是算出来 实际上打开 打开之后 是一个框 可以用来晾给菜 看看这是什么 马头 那个刷板的 应该是